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视频 这个菜鲜麻酸辣,很好吃 做法很简单,我们看一下怎么操作吧 先把酸菜移开二 然后再切丝 切完之后就清洗干净抓干水分 用小葱切点葱花 生菜切碎 切点姜片 再切点小泡椒 做酸菜鱼这个泡椒是少不了的 剁点蒜蓉 用大豆芽把头切掉 还有土豆切片 豆芽和土豆这两个配菜都是比较好吃的 我们选用福寿鱼 因为它的鱼翅很少 如果选用炒鱼的话 它的小鱼翅就很多 将鱼头砍成小块 在鱼的中心骨上面下刀 压着鱼骨往下切 这样肉就出来了 这边也一样是这样切 然后把鱼骨砍成小块 现在切鱼腩的骨头 在鱼骨的下面切进去 送着鱼骨切 这样鱼腩骨就出来了 刀要放平一点 送着鱼骨切进去 这样就漂亮了 将鱼腩骨长成小块 鱼皮要刮干净 最后就是取鱼片了 厨师就是用手按着肉 再下刀 如果你是新手手牌 就这样切 把刀放鞋 用刀一推 再用手拿着鱼片 然后一拉回去 这样鱼片就出来了 这样不会切到手 很安全 鱼片要切厚一点 切好之后就放两勺盐 再用手抓均匀 这样做鱼肉很嫩滑的 现在洗干净 叠净有盐分 又洗一下 再清洗一片 现在你可以看到 很滑 抓都抓不稳 倒干净叠净的水 放少许胡椒粉 再放一个鸡蛋清 然后抓均匀 最后放生粉 也是抓均匀 均匀后就待用 肉锅下食用油 再放入鱼骨 煎炒一下 不要炒熟 把表面炒香就行 放入料酒蒸香 倒起来 再放入青采 炒香一下 再放入大量清水 姜片 泡椒 煮开后放入土豆 再放入豆芽 现在就可以放鱼骨了 调味放盐一勺 糖半勺 少许胡椒粉 再放点白醋 好了调味就这样了 煮熟煮出味就到起来了 再用开水烫鱼片 烫到六七成熟就捞起来 打两勺水冲洗一下浮沫 沥一下水就放入盆中 肉锅放入花生油放多一点 再放一点花椒油 烧热后放蒜蓉 再放干椒花椒 好了淋到鱼里面 最后放香菜葱花就可以了 味道很准确 双辣开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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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